各位嘉宾好 我是柯宇瑞 今天是2023的2月4号 2月4号礼拜六 那今天 今天因为我们那个政府要补班了 2月4号也是立春礼拜六 那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 印光法师文超 印光法师文超 那我这个资料 这本书是从 台中联社他运行的 那印光法师是 净土宗 佛教净土宗的第13代主师 那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一下 在这一本书里面 印光大师文超里面 跟他报告 跟各位嘉宾报告 印光大师他在世的时候 他是清朝末年 明初的时代的那个人 他的出生的时候 他的年代是清朝末年 明初的时候 那他 他就是跟信众 法师 他是透过这个写信 你偶尾也会讲经的 但是他讲经的次数比较少 大部分都是写信 然后那个 他写给信众 还有法师的 和尚的信 在印光法师他过世以后 大家给他汇集 然后写成了一个印光法师文超 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一下 印光法师他生前 他写一封信 就是与那个大心善事 体安和尚书 体安和尚 那他可能有跟他有交情 肥浅了 所以他 他就有跟他这个 有来往 那他就有写 这个印光法师 他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写一封信 给那个大心善事 体安和尚书 然后 在这个 他写的书的 他写这封信 还蛮认真的 你看从现在排版起来 一页两页三页 有四页 他写这个四页的话 恐怕会花很多时间 那最精华的 在这个印光大师 写这个 与大心善事 体安和尚书里面 他这个 最核心的部分 我跟各位报告 就这几段 他说 义佛 义念西方极乐世界的 阿弥陀佛 念佛 因为他净土中的 持得道之洁净 得道 持得道 得道之洁净 就是义佛 义佛 念佛 义佛 义佛念佛 念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是得道 就是洁净 就是正到那个佛果 正到 涅槃的一个解禁 然后 然后 这里有提到 所谓净土 佛教里面有 一个中文派叫 净土 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 这 以其普色 这个佛教净土法门 就是普色 普的话就是 popular 色 色取的 含色 行法 就含色 把某件事情 含色到某个法条 这个色的话是色取 普色 上中下根 上根 中根 下根 就是修行 我们把那个修行的人 把它分成 上根 大概就是高智慧 高智商的 中智慧 中智商的 下根的 高超 这个净土法门 高超 就是超过了 律 佛教里面有律宗 教 各教 天台宗 法言宗 法相宗 为士宗 这些都是教宗 还有禅宗 律 教 禅宗 诗 诸佛 那这个净土 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里有高 高 高超 净土法门跟这个律宗比起来 净土比较高超 那净土法门跟其他宗派比起来 华言宗 华宗 比起来 净土又高超 禅宗 净土跟禅宗比起来又更高超 净土 诗佛 就是净土法门 就是念 教那个 这个民众 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诸佛 这里有个诸佛彻底的悲心 悲心 是众生 本具之体性 是众生 本具之体性 净土法门是众生 本具的体性 那什么是体性呢 体性就是事物的实质 本质叫体 那佛与众生的体性 佛与众生的体性是同一的 新佛众生是同一的 然后呢 净土法门 就是众生本具的体性 然后慧三圣 慧三圣 还有五圣 同归禁欲 同归禁欲 就是同归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 慧 慧其的三圣 三圣的话 三圣就是生文圣 圆绝圣 菩萨圣 就是修学 生文的话 是听佛的教法 教法就是正道的那一个 跳脱六道轮回 圆绝是自己体悟到 没有佛出世 自己体悟到十二因缘 然后跳脱生死轮回 还有菩萨 菩萨是六度万行 透过六度万行 跳脱生死轮回 他说净土法门 慧 净土法门 这里有提到 因为他是提倡净土宗的 慧 慧其的三圣 慧其的生文圣 圆绝圣 慧其的菩萨圣 慧三圣 五圣 同归禁欲 一同 Same 然后倒归到 倒归到那个禁欲 西方极乐世界的领域 这里一个五圣 跟各位报告 这个五圣 佛学大词里面 有提到五圣 第一个圣就是定性生文 生文圣就是听到 释迦摩尼佛 听到佛祖讲经 就可以证悟到佛道的 这个是那个 定性生文 第二个是定性圆绝 定性圆绝 他定性生文就是 听到佛陀讲法 他就称阿罗范的 定性圆绝 就是自己觉悟 然后就称了 批之佛 然后定性菩萨 他透过六度万行 可以称佛 不定性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 他也有可能称为生文 也有可能称为圆绝 也有可能称为菩萨 第五个是 无定性 就是他没有 不定性的话 他还是要跳脱生死的 问回 他这个不定的话 是说 生文 圆绝 菩萨 在这三个领域里面 他不定性 但事实上 他可能是定性生文 然后就称了阿罗范 他也有可能是 定性圆绝 称了批之佛 他可能是定性菩萨 然后称佛 不定性 他基本上 他还是 在这个定性生文 定性圆绝 定性菩萨的之中 然后只是不确定 是定性生文 还是定性圆绝 还是定性菩萨 第五个是 无定性 无定性的话 他就是说 这类的众生 他没有想说 跳脱生死轮回 他想成为人 来世成为人 跟天这样 那净土把门 就让这个 这个三圣 生文圣 圆绝圣 菩萨圣 还有这个五性 同归到哪里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岛上 然后岛上圣下险 共振增长 岛就是引导 上圣 就是因为我们修行的根气 是有那个圣人 有凡夫的 上圣下凡 共振增长 共振增长 这里一个增长的话 增长就是如来藏 就是共振 体验到的佛性 就是振到的 阿尿多罗 三秒三菩提 断的见或是或 然后振到 那个最高的境界 那个修行最高的境界 叫做阿尿多罗 无上正等正觉 阿尿多罗 三秒三菩提 有的把它叫做 增长 也有叫做佛性 也有叫做捏盘 都是的 成佛也是的 九界众生 为什么不是十界呢 因为十界是佛 佛已经成佛了 我们最主要修行 就要成佛 九界的众生 九界的众生 离此法 离开这个净土法门 不能原成佛道 就是说众生 除了佛以外 反正就是 所有的众生 包含菩萨一样 九界的众生 是有提到 九界的众生 离此法 离开这个净土法门 上不能成佛道 不能成佛道 不能成佛道 为什么不是下呢 因为我们是立身上游 所以这个印光大师 他的文笔是非常好的 上 我们立身上游 我们修行就是要 让我们的来世越来越好 上 不能原成佛道 十方诸佛 假设我们修行就是要成佛 假设我可以锐了 以后修行 还有跟各位嘉宾报告 假设各位修行 以后也是成佛了 然后成佛 我们不是要度众生吗 我们现在是佛了 对不对 假设我有一个佛号 叫做 与瑞佛好了 我以后成佛了 十方诸佛 舍持 舍持 法 舍持这个净土法门 下 不能普利群生 就是说佛 佛要度众生 让他成佛的话 假设你舍去的这个净土法门 下 因为是佛站在很高的位置 众生在下面 下 因为要讲佛度众生 十方诸佛 如果舍弃的净土法门 不能群立众生 跟各位报告这里两个字 不能 就是诸佛 十方的诸佛 舍弃的这个净土法门 他要度众生的话 他不能普利 他是可以度众生 他是可以 佛不用净土法门 也是可以度众生 但是呢 普利 看你要不要popular 就是说你度众生的那个 广度跟 广度跟深度 就是说 他度众生的那一个 我们学术界 常常讲的叫色诚 色诚啊 就是 你要度众生的话 你的色诚有多远 假设说 度一个两个 如果你的法门 是很深奥的 你就没办法 普利众生 净土法门 可以普利众生 普利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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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fit Society 所以往圣前显 所以 受以往的圣人 还有的前显 这个应光大师 中文实在是很棒 你看 圣 显 往圣 前显 人人去向 人人去向 当然也不是说 每个都求生 其他世界 我们应该是说 从统计学上 或是说 现在流行的 大树法则 几乎人人去向 千金万论 金论 佛的讲的叫金 论 处处只归 只归西方极乐世界 自华言倒归之后 这个华言是什么意思 华言今 有一个普贤行愿品 然后那个普贤行愿 最后他就是发十大愿望 他普贤 普贤菩萨 也是倒归到极乐世界 净十 这一个 净十方世界 海 诸大菩萨 十方世界的那个 像大海里面 那么多的菩萨 无一不求生净土 这个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无一不 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 这个负 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 我们先看好了 把无一遮起来 不求生净土有几个 不求生净土没有一个 负负德政 所有的那个 十方世界的那个 大菩萨 无一不 就是负负德政 每一个都求生净土 所以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事实上是 是非常 非常 非常殊胜的 他说 很多那个 很多人在学习佛法 平日致命 通宗通教 自我期许 通宗 就是 通宗 通那个禅宗 他的禅宗很高 通教 华言中 他也了解 法华 经他也了解 天台中也了解 然后呢 为事中 他也了解 是净土若会 是这个念佛求生 净热世界 若什么呢 会 会物 废物 就是垃圾一样 恐以淤 几者 他说 映光 是说 哇 这些致命不凡的人 恐怕 费的 乎 污染了自己 这些人怎样呢 临终 即便你是通宗通教 临终多是手 手很忙 脚很乱 然后 呼 阿爸 阿妈 呼也叫良 就是说 临终的时候 他也 来世的时候 投胎也没有说到 他临终 也没有出一个 很好的 就是说 没有一个 很好的 那一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 临终的时候 也不是说 很 很自在就对了 其有老实 然后跟那些 老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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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头就是 很老实的人 然后 持戒 我们就是 五戒嘛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这个邪淫 就是不跟 太太以外的人 发生性欣慰 然后 杀到淫 不忘语 不喝酒 然后 跟那个 另外一个是 实验族 他们这个叫 控制族 那实验族 就是实验族的话 我们研究方法 有一个实验族 这个通中通教 我们叫控制族 实验族就是 老实头 持戒 然后又念 阿弥陀佛 求生希望极乐的世界 众他 信愿为己 这是什么意思 他相信极乐世界 的程度 没有说 很强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愿望也没有很强烈 然后瑞相不现 即便也没有出现瑞相 皆是 安然 安然命中 念佛 至少可以安然命中 其故何灾 良油 心 水 沉浸 念佛的时候 你的心真的是可以沉浸 这样 好 这个是说 然后他福愿这个 福愿这个和尚 福愿和尚 这是哪个和尚 因为他是写信给大星善事 那个体安和尚 他希望说大星善事体安和尚 你能够发菩提心 洪扬持法 净土法门 唐 义服 英文的义服 净土法门 净土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经跟论 进皆通策 你都了解 很了解 则和信如之 然后假设说 体安和尚里面有专业净土法门 恐怕会违背了本宗 净土法门 不敢趁信发挥 然后 这个是他说 他很希望说 体安和尚能够宣扬 这个净土法门 然后 净土法门里面 他有介绍里面 净土法门里面 有一个净土食药 净土食药 断移生性 断掉疑惑 然后对西方极乐世界 升起信心 由推 那个 由推货物 净土食药很重要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本书 还有两本书 一个是 子子 还有一个是和论 破坚 充锐 之 元勋 这个子子好像是 有两本书 我忘了他的权柄 一个是和论 我们打一下Google 打一下 你打净土法门 各位嘉宾 只要打净土法门 然后再打子子 然后再打和论 就可以了 还有一本书 其外 有一本书是 净土圣贤路 这里面记载了很多 那个出家事务 还有在家居士 历代的菩萨 祖师居士 妇女 二人 还有畜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如果读这本 净土圣贤路 就可以知道 历代的那个禅宗 还有教 还有律 诸世众 这个世众是哪世众 就是出家众 出家有两众 在家男女生 这样世众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向群星之光白 那水 中国大陆的水 都是往太平洋流的 重水之超东 然后还有清朝 一个龙书净土文 他也是 他说这本书 千万不可以忽略 所以 所以我们 再做一个小节 就是这个 印光大师 他在这个 跟大兴善事的 体安和尚里面 他这个 跟他通信的时候 他是非常重视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净土法门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 九界的众生 跟各位报告 九界的众生 离开这个净土法门 没办法成佛道 尚不能原成佛道 这句话更重要 就是说我们 修行是不是要成佛 最高境界就是要成佛 十方的诸佛 就是十方法界的诸佛 就我们修行到 即便我们修行到 成佛这个 最高的境界人 舍掉了这个词 舍就是舍掉的意思 词就是这个 舍持法 就是舍掉这个净土法门 像 为什么他不用上 因为佛他已经成佛 他位线比较高 众生他还没成佛 是像 所以是佛 要度众生就是像 不能 普立群生 诸佛舍弃这个净土法门 不能普立群生 所以 群生就是 就是凡凡众生 凡乎舒子 所以往圣前写 就是人人去向 所以我们 中国那个 五千年以来 那个圣贤 人人都是往生 极乐世界 千经万论 佛教里面的那个 大藏经一百多册 千经万论 好多地方 大概有两百多处 处处只归 华眼镜里面 华眼镜面有 普贤行愿 品 然后普贤 菩萨大家都知道 普贤菩萨 他那个 普贤十大愿亡 最后他 他修行这个菩萨 普贤 普贤菩萨 多过这个十大愿亡 最后是怎样呢 Final 岛归之后 之岛归 归到西方极乐世界 净 这个死 十方世界 珠海 大菩萨 就是所有世界里面 所有银河系里面 那个大菩萨 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 这也很重要 没有一个不求生净土 富 富 得正 我们把它遮起来 不求生净土 总共有几个 没有一个 所以每一个都求生净土这样 好 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就是那个 印光大师 文操卷里面 地义里面 他有写一本 写一封信 跟大心善事的 体安和尚 他书的话就是 就是信 他鼓励那个 大体安和尚 要念佛求生 极乐世界 他也鼓励 体安和尚 要 这个弘扬 净土法门 今天 跟各位嘉宾报告 以上的内容 总结一下 他就是 静光法师 他就是很提倡 净土法门 然后 净土法门 然后 劝导大家 求生净德世界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修行的话 总是要成佛 修行总是要成佛 然后 那个 十方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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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们成佛以后 舍持法 舍掉这个 净土法门 你想要度众生的话 根本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佛要度众生都很难 就是说 舍弃这个净土法门 就是 因为 求生到极乐世界以后 就是不会死 是一个光明体 然后 就是 永远不会 再 六道轮回 终有一天 已经会成佛了 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 应光法师 他就非常鼓励 大家 修行净土法门 以上 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